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场旁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这里举办大型展览展现过去40年中国的改变历程 不过外国媒体却也发现相较于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展览中占据了大多数版面 1978年12月18号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邓小平在会议中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方针 并推行一连串经济改革 不只带领中国八亿人口脱离贫穷 更是要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在习近平掌权的现代中国 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与影响力似乎正巧巧被中国当局淡化 1978年中国刚刚经历失败的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 不只国家濒临破产边缘 许多人还长期营养不良 经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 中国如今拥有全世界10%的财富 还有600位名列富比式富豪榜的亿万富豪 中国迅速崛起 摆脱贫穷 外界多归功于邓小平改革开放有成 邓小平以务实态度 主张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 允许地方政府推动实验性改革政策 私有企业开始出现 农民也开始出售农产品 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增长 事实上要如何评价毛泽东 处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成为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初期 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邓小平反对遵从毛泽东思想的两个凡事 另一方面在官方文件 给予毛泽东积极的政治评价 邓小平时代 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式 不过改革开放初期也不是一帆风顺 事实上在整个80年代 整个中国都处在主张市场经济的改革派 与主张计划经济的保守派相争 邓小平在1988年取消大量价格管制 导致物价快速上涨 引发恐慌性抢购 经济决策权也因此交到保守派手上 经济路线的主导权争夺 也一直持续到邓小平的政治生涯最后 1992年邓小平南巡通过一系列讲话和表态 迫使江泽民公开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相较于经济政策上立足改革的开放态度 邓小平对民主政治的态度也引起许多讨论 西单墙事件恰恰可以成为一个观察邓小平心中 自由尺度的观察点 只要矛头不指向自己 邓小平乐见民众自由表达思想 不过随着言论触及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 他断然压制 还发表谈话确立四项基本原则 一直到1989年 民间思想解放迅速收缩 邓小平决定使用武力压制在天安门聚集的学生 维护政府威权 不论历史如何评价 时间来到2018年 习近平掌控中国政治大权 不过随着美中贸易战 中国经济放缓等等 习近平也开始遭到质疑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中共内部的批评人士认为习近平太过集中权力 出现政策失误 并让中国的超级大雄心在海外招致反对 习近平设下的政治环境 似乎也让企业受到拘束 中国经济放缓的速度超乎预期 部分原因是受债务 过度投资和消费不足拖累 而美中贸易战谈判 也让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和政府补贴企业的经济政策 受到部分质疑 同时习近平要如何处理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 也逐渐引发疑问 最近几年 共产党对习近平的过分歌颂 引发部分人士不满 在今年习近平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就被认为是破坏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 为自己的长期执政铺路 习近平掌权之后的中国似乎开始被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 走回毛泽东个人崇拜老路 而被外国媒体认为是近几年最专制领导人的习近平 将会带领中国走向何方 世界各国都在看 走回毛泽东个人参多喜好 孔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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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怜